前面四个工作表就是分别有四种职称 那要做出哪一些资料呢? 总共黄色区域就是我们要做的 所以总共题目还蛮多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题目 然后七个题目分别会有四个工作表 OK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假设 这个效率高的话有什么方式来完成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就不是图法练康 那怎么样不图法练康又可以把这个事情给做完 OK 那当然你必须要懂得利用至少ESL里面的函数 那有哪些函数可以帮我们做完这个我们要的这些动作 那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单位 单位在哪里?单位在这个地方 那特别之后单位的A栏 第一栏的话是带号 那他就是要把第二栏的资料带过来 所以这个就是用VIRUS函数 但问题来了 我们必须给他查询的代号 因为你在这边如果插入函数的话 假设你用上个礼拜讲过那个减事与参照里面的VIRUS函数 他会跟你要四个东西 那四个东西前面讲过 第一个 你的那个什么 你要找什么样的这个资料 那我要找的就是108 可是问题108你现在直接放过来 假设你现在如果直接给编号的话 会出问题 它会变这么多资料 那也说我如果要留下什么 留下只要留下108的话 那该怎么做 你要做点事情 那这边的话 你必须用一个函数叫MID MID 这个前面也要用过 MID 钱瓜糊 MID什么呢? 豆点之后的话 你要跟他讲说 我的要的资料是在第几个字呢? 123 所以你豆点之后给他 跟他讲说 我要从第三个字 豆点 然后呢要取几个字 123 三个字 所以再加3 所以意思是说MID MID 意思说我要切割这个字 然后我要从哪边 从A3那个储存格切割 然后从第三个字切三个字出来 后面你会发108就出来了 OK 那你把它加个后刮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MID是前面有用过 所以我们就快速带一下 第二个的话Table Array 那Table Array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我那个对照的表格在哪里 因为我要108 去哪边查 你必须要切到哪里? 切到单位这边 然后呢必须选取哪个范围? 选取A2 一直到B的最下面 这边 这个范围 OK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怎么突然变成单位 这两个字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这一题之前 前面已经帮你做一件事 就是这个范围 它已经帮你变成一个名称 叫单位了 你不用额外做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按F3 它也会出现什么单位 在这个名称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是 你要的是哪一个栏位的资料 那我之前讲过 查一定查第一栏 带回来带第二栏 所以这边输入2 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问你说 那你如果找不到资料呢 要不要帮你找其他的资料 目前应该看起来108 应该找得到 所以输入0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题就大功告成了 OK 其中比较特殊是这个 单位它已经帮你做好了 OK 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再来就向下填满 点两下 全部做完 OK 应该可以懂了 另外的话 那个单位 特别注意 你把它选起来 你会发现 如果要定义那个名称 方法很简单 第一个 选这个范围 第二个的话呢 在它的左上角 这边有一个叫名称的方块 输入单位 按Enter 那这个范围以后就叫做单位了 OK 因为好像有讲过类似的吧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做完这个 柱砖的这个地方 那再来的话 主别 主别是在哪边 主别在这里 所以其实道理一样 主别的话是在 第几个字啊 1234567 第七个字 所以你可以先插入 一样的方法 这个 V路函数 第一个问题要找什么 找这个编号里面的第七个字 就是A A这个字而已 所以我们就一样用MID MID 然后前刮 这个里面的第几个字呢 第七个字 所以豆点7 帮我从第七个字 豆点 要几个字 A一个字 所以输入1 就可以了 那后刮虎一下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做错的话 理论上后面就会出现A 那如果说它出现并不是A的话 那你就可能要再去检查一下 你的公式是否有输入错误 那接下来的话 Table Array的话 实际上就是去哪一个呢 这个是主别 主别 就是这个范围 那其实你可以 一样按F3 因为它这个范围已经帮你做好了 这个叫做主别 所以你看看有没有主别 也有主别 OK 然后第几栏呢 第二栏 然后要不要找其他 如果没找到的话 不要 那就输入0 0就False 0就是不要 OK按确定 那底下的话就向下填满 全部做完了 升等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升等应该是1234 指的就是它的开头第一个字 那开头第一个字的话呢 一样插入函数 一样就是用什么 简式与三兆里面的V乱函数 找什么呢 找开头第一个字 开头第一个字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先选它 开头的话就用Labs L EFT 不用MID 当然你用MID也可以啦 只是MID我觉得没有Labs 简单 Labs 前面指的是左边算过来 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一个字 逗点只要输入1就可以了 后面没有了 就这样子 意思是说 从左边算过来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第一个字 给我一下 那你会发现它给你就1 没错 那就是 Table Array 要去找什么 找升等 所以F3 有没有升等 有升等 那一样是输入2 输入0 按确定 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OK 所以特别注意 为什么是找不到呢 其实 这边有一个玄机 什么玄机呢 其实题目里面也有 我会跟各位讲 这边的话 有没有发现 这一个 因为经过Labs Labs 是文字函数 文字函数 是把这个当文字看待 然后切割过来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1 是 这个1 这个1 是什么呢 这是文字1 那你会发现底下Table Array Table Array 升等里面的1 有没有发现 它前后有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1 跟这个1 是不相等的 OK 所以如果说不相等的话 按确定的话 一定也找不到 所以原因出在这里 那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其实Table Array 这个1 应该是没办法改 所以呢 这个没办法改 那我们可以怎么 把这个给改的 有没有办法有个函数 可以帮我把这个1 转换成这个1 就是文字1 变成数字1 OK 这个我不知道 前面好像在最早以前好像有讲过 如果说你要把文字1 变成数字1的话 最后的话 你需要再加一个函数 在哪边加 在这个外面 再加一个函数 叫Value 你就是在外面加一个Value Value 这个Value函数 主要的用途 就是把文字1 文字里面的资料 把它转成数字 OK 所以外面在前面前刮斧 后面后刮斧再加一下 那你可以发现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那它这边就会显示出是 数字1了 你要按前面前后的那个双引号 它就消失了 那这样子再来比对的话 应该就不会有错误了 所以按确定 有没有 注钻 向下填满 大功告成 OK 所以我先讲到前面三题吧 后面还有四题 所以这边之后 这三题都是利用什么 利用Value函数 那里面的话 会再配合一个 所谓的那个自串的切割函数 就Mid或Led 然后去比对 那比较可能会有问题的 应该是这个啦 这个比较特殊 这个可能外面还要再加一个Value 然后前刮斧后刮斧把它包起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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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